前總統馬英九力挺謝國良 來到基隆宣講 一下車就受到黨籍議員和熱情民眾歡迎 反對惡性罷免 這就是殘愛忠良 大家說對不對 馬前總統立挺謝國良 在現場重現勝利重握 2022年市長選舉 馬前總統立挺謝國良 多次到基隆站臺握手畫面重現 同時也象徵這場選舉將獲得勝利 無論是會是否進入第三階段的投票 馬前總統的加持對國良來說 是最重要支持的力量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國良上任之後積極減債 從我們市政的負債67億 減到了58億 減了9億元的新台幣 在這過程中推動各項的政策 都非常的順利 也讓更多市民有感 所以我們非常有信心 會在馬總統的指導之下 繼續服務好我們的基隆市民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兩人也合體在市場掃接 簽名合照來整不拒 市長謝國良 呼籲民眾一定要站出來 投下不同意罷免的選項 第二階段可能不會過 但是它也很有可能會過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早就都做好一切的準備 我們從三月到現在 我們一刻也不停歇 我們一直在努力的 爭取市民的認同 並且現在有很多市民 多數是不贊成罷免的 但是他們並不知道 這所謂的罷免選票 長的是什麼樣子 然後還有所謂不同意 罷免這個選項 所以我們從現在開始 要積極的宣傳不同意 罷免這樣的選項 很多市民朋友到現在還不知道說 原來所謂的罷免選票 有兩個選項 他們以為罷免選票 只有一個選項 就是同意罷免 所以我覺得在未來 七八十天當中 一個重中之重 一個關鍵的一個因素 就是要大力的來宣傳 所謂的不同意罷免 只要宣傳的順利 市民都能夠了解的話 我相信我們的選舉 應該是可以順利過關 假日的清篤南新市場 相當熱鬧 馬前總統和市長謝國糧 親自到攤位上消費 支持者也送上鳳梨等吉祥物 用實際的行動 給予支持和鼓勵 記者 黃少民接用報導 來,來,來,來 謝謝各位的好棒 好棒 好棒